大家好,我是Johnson 歡迎收看巴士佬飛行日誌 今天是第一次和大家的見面 所以我也想和大家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個文行的機師 是空中巴士A330、A350的副機長 我開這個頻道的目的 其實真的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航空業的知識 用我做機師的角度去分析 世界航空業的一些生物 還有,我也想帶大家去看看 世界各地不同機場的一些特色 如果我要去operate這些機場的時候 那我要注意些什麼 或者我發生過些什麼的趣事 這些都是我很想和大家去分享的東西 事不宴遲,我們就看看 我們今天看的是什麼題目 其實大家看到我這一身的裝扮 加上我後面的背景 我想大家都猜到我現在是在酒店那裡 因為我現在裝了一個叫close loop flying的一個pattern 那什麼是close loop flying呢? 其實是香港政府要求所有入境香港的旅客 包括我們機組人員在內 如果在外國逗留超過兩個小時 就要在酒店隔離14天或21天 就要視乎你在哪一個國家入境香港 例如,如果你從英國入境香港 那就要隔離21天 在這個安排下 其實航空公司是很難安排人手的 那你試想一下 如果我剛剛飛完一個四天的 在英國倫敦pattern回來 回到香港,我就要隔離21天 這樣每個人都去隔離 那誰做事呢? 所以航空公司就有這個close loop flying的pattern 這個close loop flying的pattern 其實是21天至28天不等的 那裝了這個pattern的機組人員 是除了工作之外 就只留在公司安排給他們的機場酒店 直至到另一個duty 途中是不可以回家的 那完成了這個pattern之後 他們就會直接去到指定的隔離酒店隔離14天 完了之後,他們才可以回家 那我亦都說一下我自己 其實當初我是沒有加入這個close loop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家庭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小朋友 那其實我又想陪我太太 又想陪我的女兒多一點 在疫情的時候 那我覺得他們也都不可以去哪裏那麼多 那我很希望我可以陪他們多一點 那但是久而久之 現在都已經年半了 那相對自己飛得越來越少的時候 會發覺自己對飛機開始很散疏 那所以都覺得其實都是要開始做回事 那跟太太商量過之後 那她都很support我這個決定 那我就...所以我就join了這個close loop 那其實是不是沒有挑戰 不是的 那對於我們基組人員來說 相信不僅僅是我 我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樣 我們要面對的挑戰 剛才說的其中一樣的就是 我們見不到我們自己的家人一段... 都幾長的時間 就是...可能一個月甚至是一個半月不等 那這樣...然後呢 那我們又沒有了我們的social life 那在這個... 在這段時間裏面 我們又不可以跟其他人接觸 那...我們更加不可以離開房間 我們又不可以去gym 又不可以去...去做一些戶外的活動 例如行山啊...跑步啊...那這樣... 那所有事情其實都是... 我們只是可以在酒店的房間裡 那其實對我們無論是... 身心啊...都會有影響 所以其實我們... 都很希望啦...那就是... 那就是... 疫情可以快些過啦 或者是疫情開始很轉的時候 那政府...的防疫措施是可以相對來說 那這樣對於我們來說都是一件好事啦 那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啦 很多謝大家的收看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呢 很想大家去like這條片啦 share這條片啦 如果呢...可以呢... subscribe和按下旁邊的鐘仔 就更加好了 那我有新片呢 就會立刻可以通知到大家 那... 那...今天的時間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XD